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太北很多人只知道青麥 可是在青麥附近還有一座小城叫做青來 來到這邊呢 很多人就會愛上了這裡慢火的生活步調 可是你以為青來只有這樣子嗎 這一次我們就一起發掘最時尚的一面吧 向上延伸至天際的牛角線條 烏黑神秘的幼木建材 這一位大膽前衛的藝術家 將家的一部分開放給人們參觀 四十棟獨具風格的建築 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地 有關死亡異象的動物皮骨、牛角、雕塑等等 除了琳琅滿目千奇百怪的收藏之外 也可以看到藝術家豪氣不羈的作品增積喔 黑色就是最永恆的時尚 就像我一樣 這一個藝術家呢 用了大量的黑色在他的藝術品裡面 但是青來除了有永恆的黑色以外 也有最經典的白色喔 現在這裡呢就是青來第一名的景點 白廟 這個藝術家非常有名喔 他用全部白色來代表純潔還有智慧 然後我身後的這座橋大家有看到嗎 代表地獄跟天堂 走過這座橋就會從地獄來到了天堂 不過要記得不要來回走喔 因為你這樣就會在天堂跟地獄之間徘徊 其中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設計中融入了超級英雄卡通人物等元素 藝術家認為不管你是哪種身份的人 在生命的盡頭皆要以同樣謙卑的心去面對佛祖 別忘了喔 另外一個大看點就是這一座金光閃閃的廁所 一定要記得去上個洗手間喔 一早玩下來不禁佩服起泰國藝術家們宏大的野心 即使以單一的顏色作為創作的基底 作品還是深蒙有力 作用著不可忽視的霸氣存在感 我們結束了早上比較戲劇化的黑白之旅之後呢 我也非常推薦大家來到清來的茶園 一定要感受這個滿滿的旅打卡拍個照 然後呢點滿滿滿一桌時尚的下午茶之後呢 就可以看見清來不一樣的面貌囉 看到這一隻金色的獅子 是不是下意識的覺得口渴 想要來杯清涼的飲料呀 這裡呢就是泰國最著名的聖獅啤酒旗下 所開設的複合式樂園 在一望無際的自然景色之中 超適合全家大小一起體驗田園生活 過一個簡單的一天 在這裡我最推薦的就是登上高塔 順著高空溜索滑行 迎著徐徐的清風 用空拍機的視角 將清來的明媚風光盡收眼底 吃完了清來最近最流行的Fusion料理之後 我們跟著人潮移動 動到地標清來燈塔 一旁的週末夜市已經迫不及待澎湃上演 準備驚豔我貪心的味蕾 在這個夜市裡有一個很貼心的活動 如果你跟我一樣吃太飽的話 請不要害羞 就大方加入廣場裡的居民 一起move your body 跳著跳著 我剛剛吃下的負擔全部都已經消化掉了 更棒的是可以體驗這個獨具特色 深入日常的週末黃熱夜了